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同时桃源市长郑文燦也期望能够在民国111年顺利通车 桃源市长郑文燦与桃源市议长邱玉胜以及多位的立法委员 仔细的听着桃源机场捷运延伸线A22站的工程进度 并勉励辛苦的施工人员 目前A22站的工程进度已经完成98% 并预计在民国111年7月完工通车 今天跟我们三位立委还有我们议会的同仁 特别跟郑市长一起来会看我们今天的A22 整个一个工程的进度 以目前整个一个工程的进度来讲是还可以 那我想也是非常的正常 希望能够加快进度 现在订定是明年111年的7月能够通车 那我们今天来看主要暂停的部分完工的比率是蛮高的 只剩下一些装饰的工程 那接下来就是这个捷运水电 不管是相关的一些车道车的工程 那今天特别邀请议长 议员跟立委来视察A22站 老街西站 那这一站是市区里面的大站 那么深度高达26公尺 是大概八成楼深 那长度有超过120米 那是将来中立人搭乘机场捷运的一个重要的一站 7年的工期很漫长 也谢谢我们中立的市民跟店家的体量 那威力终于撤除了 那最重要威力底下 这个工程到达98%的进度 桃园机场捷运A22站 在历时7年的兴建之下 目前已经完成98%的建设 而接下来桃园市政府与中央单位 也将持续互相配合 并进行穿堂层 月台层地平 以及水电线路的安装 届时要让机场捷运A22站顺利通车 记者网络军调报道 美丽的公园底下 竟是污水处理厂 为了解决桃园和新北边界庞大人口的污水问题 在桃园龟山区 启用了新建的水资源回收中心 期盼透过永续循环的处理 让污水成为工业区的新水源 桃园市长郑文灿 和内政部长徐郭勇拿着水杯 向大家展示污水进化的成果 桃园市水务局在桃园区文庆里 新建了水资源回收中心 并在4日上午正式启用 桃园市长郑文灿期盼水资中心的落成 能解决合一住宅所带来的巨量污水问题 并提供水源给周遭工业区使用 那A7站的水资源回收中心 主要是因为A7临近新庄 那过去是排放到塔寮坑溪的系统 那经过A7的水资源中心完成后 我们可以提供高品质的回收水 给附近的工业区 包括公寺、公山以及华雅科技园区使用 那可以讲是循环经济的代表 坐落在机场捷运A7体育大学站附近的水资中心 由于当地居民众多 水务局因此将污水处理设施全部地下化 并以莫比斯环作为设计理念 打造园区成为富有永续循环精神 适合民众游气的美丽公园 破除大众对于污水处理厂的负面印象 它把一个零二设施变成零散设施里面最典型的 不会有任何臭气的产生 然后完全的百分百的循环利用 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说 这个典范以后变成全台湾 在水资源回收利用里面最好的一个典范 水资中心落成后 市长也表示 未来将会继续建设桃园下水道设施 并完善机杰A7站走遭生活圈 让桃园越来越好 记者刘雨婷桃园报导 位在桃园市的青浦高铁特区 近年来随着人潮以及车流的增加 交通问题也急需解决 桃园市议员徐奇万为了提升 社区居民的交通便利性 争取将春德路和领航北路三段的十字路口打通 期望方便社区居民的生活 近年来随着桃园市青浦特区的快速发展 百货公司也陆续开幕 每到假日都会吸引大批人潮 不过位在春德路与领航北路三段的十字路口 因为车道分隔岛的阻挡 因此也造成社区居民同行上的困难 这个我们春德路这个路段 中间这里有一个没有办法打通 然后面临现在就是影城开幕 水族馆开幕 还有饭店也开幕了 然后车子很多进来 尤其假日的时候 那个影城跟水族馆车子很多进来 他们不知道要怎么出去 因为我们皇家是一个社区 里面没有通路可以出去 所以很多车子就是在我们社区门口 他们要回转 然后造成一个我们很大的困扰 就是说他车子 不知道车一直进来一直进来 然后他要回转 全部的车都挡住了 连我们社区要进出都很不方便 桃圆市议员徐其万在接获民众的反应后 为了改善一旁皇家社区居民的通行需求 并解决假日车潮所造成的塞车问题 因此向桃圆市政府争取 将车到分隔岛打通并重新规划 希望要方便社区居民的生活 我在今年的三月 来办理整体的会堪 希望将整个春德路 后段整个打通 打通又可以衔接到我们的市民活动中心 又可以解决车流的问题 那交通局跟我们的养工处 公所也非常积极的来配合 所以在上个月就把所有的 整个包括分隔岛 包括它的整个道路全部都打通 在耗制也同时完成 这次春德路与领航北路三段 十字路口分隔岛的打通 不仅让皇家社区的居民免于 回转车辆进入社区的困扰 同时十字路口上也增设多组的交通耗制灯 借此让社区居民的交通品质大加分 记者王中军团报道 桃园国中日前参加2020世界青少年发明展 分别拿下一斤一银的好成绩 相当不容易 透过镜头带您一起来看看 学生们的创意发明 桃园国中日前参加2020世界青少年发明展 分别拿下一斤一银的好成绩 同学们有感于跑步机意外事故频传 及其内建的防护装置并不实用 因此发明更安全的创新式跑步机 紧急停止侦测装置 并且拿下金牌的殊荣 像是这个安全夹可能会造成很多人 来不及停止所以受伤 或者这个线可能会勾到小朋友 就是很危险 然后像就曾经有24000起的受伤事故发生 所以我们想要发明一种更安全的装置 来保护大家运动时候的安全 我们的装置就是 运用这个光电开关侦测 抛着跑步的那个频率 然后就会传送到这个控制器 然后呢就会就是如果你速度减慢的话 然后它就会就是慢慢的就是慢下来 就它不会突然停止 然后让你刷到 另外一组同学则是以超音波及紫外线 双重杀菌的联盆头拿下8名奖银牌 透过超音波跟紫外线 从管线到联盆头都不放过的杀菌方式 避免细菌危害健康 根据新闻报导显示出就是 大部分呢就是因为这联盆头 这边还有它这边的细菌 就会就是退伍菌原菌 而造成就是死亡率高达15% 然后呢所以呢我们就发想想出了 我们要设计这个商品 超音波在水中的速率每秒1500公尺 所以在水中的杀菌效果会比较好 所以我们采用超音波装在联盆头上面 当水经过联盆头的时候可以一起杀菌 罩子这部分我们是采用UVC紫外线 然后要帮助它杀菌联盆头头部里面缝隙的细菌 然后我们另外有搭配使用光触媒 然后可以喷在这上面 然后它就可以跟紫外线一起结合 使用产生氧化还原反应 然后当我们将联盆头挂上去时 它会启动上面的微动开关 而造成紫外线亮起就可以成功的将它杀菌 指导老师表示同学们为了研发装置 遇到许多考验跟难关 但他们都一一克服寻找答案 看着他们的成长跟成果觉得非常感动 就是他们会去关怀他们的生活周遭的问题 包含跑步机很多人受伤 或者是很多人因为吸入性的细菌而感染肺炎 他们都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之后 然后去想办法解决 所以这是第一个最棒的部分 然后第二个部分 我觉得很棒的部分是 他们都有动手去实作 即使不会 他们也会想办法去问专场的老师 陶原国中的创造发明社团 虽然仅成立三年 但同学们都非常认真 才有今天的好成绩 也很感谢老师与家长们 对社团与孩子的支持 在这样的过程中 陪伴孩子 引领孩子 那也谢谢我们的家长 给予我们的社团 这么多的一个支持 让学生呢 在这样的学习过程当中 关怀社会 那也希望呢 学校日后在这样的社团上面 有更多经验的挹注 更多家长的支持 让我们这样的社团 对于学生的影响可以是一辈子 让这个社会可以更好 世界青少年发明展 原定是要在澳门颁奖 但因为疫情影响 最后都改成线上评审跟邮寄 但同学们仍然努力准备 也很开心 能拿到一金一银的好成绩 记者拉伟一陶原报导 春节即将来临 每年都会举办 韩式吃饱30公益尾牙活动 今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 决定停办实体扮桌围炉活动 改为一人团圆饭的形式 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 韩式尾牙关怀社会边缘人 让他们也能度过一个温暖的年 春节即将来临 每年都会举办的 韩式吃饱30公益尾牙活动 今年因为新冠疫情 决定停办实体扮桌围炉 改为一人团圆饭的形式 将个人围炉饭菜送到个岸加州 同时也会准备500元的红包跟物资 虽然不能享受同欢的氛围 但还是有个温暖的团圆夜 今年韩式尾牙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没有办法再用半桌的形式 那我们今天会改用 那个发送个人年礼 以及个人的那个红包来做 来关怀他们 也呼吁社会大众一同就是支持 我们今年的韩式吃饱30 邀请你一起爱心结底 成就一个人的团圆饭 韩六接连来袭 仁安基金会 桃园平安站 特别准备热腾腾的红豆汤 以及许愿树 不仅温暖韩式的胃 也让他们许下新年新希望 北门里里长 跟桃园大庙景福工也特别到场 捐款一万元支持活动 也希望社会一起帮忙 这个仁安基金会 刚好位于在北门里永乐街70号 这么长年来 地方向景福工 黄景熙议员服务处 都每年都赞助活动顺利 当然呼吁我们善心 大家来捐助今年的活动 韩式吃饱30活动 今年迈入第31年 因为疫情关系取消伴桌 改为送年礼到街头 让服务不间断 希望大家能持续支持韩式尾压 关怀社会边缘人 让他们也能度过一个温暖的年 记者赖伟一桃园报道 大家好 我是年轻世代做事实在的 市议员黄佳琪 佳琪也是里长出身 进到市议会 佳琪一样秉着年轻专业 认真的问证方式 持续来帮我们市民朋友的荷包 来做把关 针对老城区的部分 我会持续的来向市政府 各局处来做监督 希望能够把老城区能够再造 能够让老城区越来越好 能够找回早期的文化风味 这是年轻活力的桃园 这是繁荣进步的桃园 这是热闹丰收的桃园 3 3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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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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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